民进党内总统初选蔡赖竞争还在协调 但赖清德已经表明一定会走完初选程序 外界认为蔡赖配机会大减 虽然民进党内谁党主帅迎战2020答案还没接手 但此时却传出立法院长苏家全将离开立法院 不再担任民进党不分区立委 引发解读下一步是瞄准2020吗 他主要的目的应该是希望把机会让给更多的新生代 他曾经担任过屏东县长农委会主委 内政部长等职务深或好评 将来也一定能够为国为党继续贡献心力 自家立委大胆推测苏家全放眼副首之位不无可能 但党内终身代态度相对保守 这部分亦策的机会比较大 但是不管如何对于民进党来讲 我们希望说党内能够与和谐 政治的剧本我很难去事前预言 我想应该找出最好的组合 让这一次的总统选举的提名更顺利 我觉得民主的台湾具有无限的可能 究竟郑文餐口中的最强组合 会不会去争取连任的总统参议文和苏家全 蔡苏沛民进党内布局外界还在雾里看花 不过早在2012年苏家全就曾经和蔡英文搭党参选政副总统 虽然当时败选但2016年担任立院龙头后 苏家全立改过去国会为人诟病的黑箱桥市 也几乎不碰党务 形象中立新路线若2020在挑起副手大梁 谁也不能把话说死 对此苏家全办公室没有回应 也留给外界想象空间 欢迎新闻陈明燕苏宏杰黄云廷台北报道